泰国养老迁规划到落地的真实体验 旅居泰国养老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然而在互联网上千差万别的说法让人无所适从 今天我们将听听67岁的X先生 一位来自中国深圳的退休者 从过来人的角度分享他的旅居养老故事 还原一个真实的泰国生活 人物介绍X先生曾从事多种工作 主公进出口贸易 在香港等地工作过 现年67岁 为何选择旅居养老 X先生年轻时对语言学习和跨境贸易充满兴趣 退休后希望找到一个气候宜人 生活节奏慢的地方 从容有趣的养老 他选择旅居跳广场舞上老年大学 还以弄孙等方式 为自己创造美好的老年生活 决定旅居泰国的契机 X先生曾游览泰国 喜欢这个国家 观察物价后发现与深圳相比 泰国的生活质量甚至成本都更为适中 航程短不到三小时就能飞到 这也是他选择泰国的原因之一 如何实现旅居泰国 需要做什么准备 签证 选择养老签证 相比精英签证价格更为合理 且在国内办理完成后即可飞往泰国 住房 泰国的房产与签证无关 X先生选择租房 以便先住令体验 了解周边环境后 再决定是否购房 语言学习 尽管泰国大多数场所有人会说一些英语 X先生还是决定学习泰语 以更好的融入当地生活 抵达泰国之后的生活和期望相符吗 有些事情比期望中更有挑战 例如购物时很多产品没有英文标识 需要请教 但泰国人的热情和善良 让他感到生活是充实的 虽然有些小事情会比较复杂 但服务人员总是会设法与客人沟通清楚 独立养老会觉得孤独吗 X先生以前听说海外生活可能有点孤独 但在泰国 他交到了很多朋友 感觉完全不会孤独 他现在的生活充实而有趣 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X先生的建议 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最重要 海外旅居对物质基础 沟通和环境适应有一定要求 旅居泰国的退休人士 可以选择学习英语 泰语等 融入本地生活 拥有更丰富的社会支持 这是X先生给考虑泰国旅居的人的真实建议 每一种养老生活都有其美好之处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最为重要 未经许可,不得了 也可以考虑 并非经许可,不得了 改正 亚洲 我